大家好 今天的主題是教大家五錦描寫 或者叫多角度描寫 上課我教了事的句式 是跟今集的內容有關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只有記得看吧 還有啊 你居然還沒訂閱我這個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啦 錦觀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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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椒青啤啤的顏色 都不放開胃啦 整陣有奇怪的草青味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喜歡吃 是因為魚肉的味道淡化了青椒的草青味 再加上魚肉的軟度平衡了青椒的硬度 嘩 嗯 好美味啊 硬滑滑滑 切开还有很多很小滑的碎에도 完全不认识 喝得很苦 我真的很讨厌吃青椒 这青椒很有营养的 真的愈 愈 harp 我要寫回园子 对我整个世界人听 我有多争人吃的青椒 不用了吧 大熊, 你寫完了嗎? 你已經寫了一小時 別催我了, 多拉A夢 我寫好了, 給你看看 我最討厭的食物是青椒 青椒是綠色的 它散發出一陣怪怪的草青味 青椒是硬硬的 它的表面是光滑的 切開後, 裏面有很多細小的綠 青椒是苦苦的 那種苦沙味在口中, 狗狗不能散去 我還用多角度感官描寫 寫出了對青椒有多討厭 大熊, 你真是 做這些事你又這麼認真 多拉A夢, 你不要小看我 我用了視覺, 味覺, 臭覺, 和觸覺去寫 讓人更明白和感受到 我有多討厭青椒 偏食不是一件好事 我也不知道賺不賺你好 今天想教大家用五感描寫 又或者叫多角度描寫 你還記不記得大熊是怎樣描寫青椒的呢? 我們一齊來讀一讀 這個是甚麼來的呢? 我最討厭的食物是青椒 青椒是甚麼顏色的呢? 這個是屬於視覺描寫 青椒是綠色的 青椒的氣味是怎樣的呢? 這個屬於臭覺描寫 它散發出一陣怪怪的草青味 用手摸過青椒之後 又有甚麼感覺呢? 這個是屬於觸覺描寫 青椒是硬硬的 它的表面是光滑的 青椒的味道是怎樣的呢? 這個是屬於味覺描寫 青椒是苦苦的 青椒是苦苦的 那陣苦煞味 在口中久久不能散去 還有沒有其他補充的東西呢? 青椒切開後 裡面有很多細小的核 這個是屬於視覺描寫 然後把以上的句子排好成為一個段落 相同的描寫可以排在一起 例如觸覺描寫 青椒是硬硬的 青椒的表面是光滑的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句子放在一起 補充資料裡面有說 切開後裏面有很多細小的核 雖然這個也是屬於視覺描寫 但是我沒有把它放在一起 因為青椒要切開後才看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觸覺描寫後面 我先摸到它有多光滑 然後再說它裡面有什麼 排好之後就完成了 各位同學 我現在給你兩個任務 第一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的圖片 運用剛才我教你的五感描寫 或者多角度描寫 在留言區介紹他們 第二 你有什麼食物是不喜歡吃的呢? 不如在留言區告訴我吧 辣椒 榴槤 青瓜 葡萄 肉 肉 水蜜桃 不知道聰明的你 有沒有好像大熊一樣 已經學會了五感描寫呢? 快點去留言區留言吧 看看哪個同學可以得到最多的讚 我們下次見吧 拜拜